再来看到华联先议会定期大会进行到了第三天 议员徐子方、简志龙、郑宝秀都提出了多个议题 那么聚焦是在这个士兵的迁移以及原民教育 捕风捉舍的业务等等 也起相关的局处是答询解决办法 先议员徐子方质询针对美轮溪水污染问题 以及沿岸休期设施、调克调点及安全 施力殡仪馆的迁移计划提出质询 所有的花莲县的民众都知道 美轮溪的中度污染 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 希望在环保局部分可以更加的密切 去改善美轮溪的血池污染的部分 今年的日出大道即将完工 向南兵方向所连结的 就是殡仪馆 这是大家所头痛的议题 但是这是必须要解决的 我相信县府也有这个智慧 会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此方也会更严厉的监督 这样的议题的继续发展 民政处长林金虎在答询时明确指出 民政处议题是民政处的重要课题 生命园区选址推动小组11人 95年就已经有初步计划 而简直隆议员对于原子中心设置 1人及没有固定的空间 原住民教育问题与教育处原住民行政处提出咨询 我这边才会针对教育处在原子中心的部分 包含它的功能性必须要加强 那甚至连它人力不足 因为毕竟花林线 它是一个非常多 应该算是全台人民最多的一个县市 那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原子中心提供上的一个资源 确实远远不足 所以才仍然希望是说 县府这边要必须要努力的支持他们 那第二个议题的部分的话 我这边是想到了 从教育的部分我们看到了 就是衍生在我们所谓的离婚率的部分 那离婚率的部分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其实都是来自于原家家庭 那可是呢 我们以花林线的社区安全网的这样的概念 来去看的时候 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虽然我们都能够做 可是都没有办法去聚焦 包含我们连社工人数都不足 甚至连我们的外面的私协力单位 比如像是机构 那要协助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要做政府部门的案子 他都要考虑到退场机制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案子等同有跟没有 是没什么两样 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延续 才会造成我们很多的数据资料 都会一直被放大 甚至会增倍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才会跟县长这边讨论 包含县府这边再一起来 政治这个议题来讨论 建议员郑宝秀对于消防局委外 捕风抓舌 三大志工的人数 七星潭的围墙美化等议题 进行质询 因为新城乡说起来是五座机场 这个五座机场是全世界之冠 一个土地24.9平方公里 里面有占600多公顷 是三分之一是军事用地 不管怎么样 麦公这个是83年来抗争 才有这笔钱 比例原则要对 新城乡应该要特别厚爱 理应50%提拨给新城乡 那如果可以更多钱的话 我希望我们跟国防部 再特别的协商跟不辞抗议 一定要再更多 因为跟我们临近 不要比别的地方 比台东就好 台东一级就2万2千5百块 那二级以上就是4万5千块 但是我们新城乡 我们花联就是统一 一二三不分 一样都是2万的 这是比例原则是不对的 这个捕风的真的是 应该要爱护我们自己 原本有抓的这些人的 有默契的这些人 给他们一些 但是我认为 这里面的弊端太多 所以我才想说 机关藏在库地下来 真的 你给这些产品 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啊 3百5百你要不要不要 我要找别人了 我们是中包还有下包 这个我觉得 这个应该先明查一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希望指定给花莲人 据了解 这项业务的执行状况 是否符合招标规定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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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